你這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ayPal公民新聞報 營火蟲書屋負責人葉家豪 因不捨故鄉石定被垃圾污染 從近山開始到成立書屋 他到處蒐集繪本 提供給孩童閱讀資源 同時也舉辦山林走讀活動 帶領大家認識石定之美 定格在1950年代的石定 變成被遺忘的山城 2016年一位石定青年葉家豪 從台大碩士畢業返鄉 發現媽媽的老宅裡堆滿了垃圾 原本只是打算把垃圾清乾淨 卻沒想到這一步踏出去 卻開始轉動石定的齒輪 我們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要讓環境變得更美好 應該要從教育紮根 讓更多的小朋友一起來參與 葉家豪相信 若孩子們獲得知識 就會懂得愛自己的家鄉 當然就捨不得亂丟垃圾了 於是螢火蟲書屋 就在這個概念裡誕生了 葉家豪用撿來的垃圾 將曾經的礦工廢墟 改造成孩子們的基地 石定的螢火蟲多 他覺得每個孩子就像微光的螢火蟲 集合在一起就會發亮 於是他到處收集書本 讓當地孩童來屋裡看書 讓小朋友知道更多人情土情的故事 以及跟土地文化有關係的內容 同時葉家豪覺得 應該讓更多人知道 石定有多美 所以他開始舉辦導覽活動 請專人講解石定的自然生態 並結合藝文活動 讓環境教育更加生動 因為環境教育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生硬的東西 那我們就必須要讓它變得比較好玩一點 比較生活一點 讓更多的小朋友去認識大自然環境 從螢火蟲書開始 讓孩子們閱讀 更想讓孩子們發現 石定就是他們的樂園 宜蘭羅東的夢庫旅文書店 老闆林仕傑致力推廣宜蘭的在地文化 他舉辦市集和錄製Podcast節目 努力傳承宜蘭的在地文史 希望能夠讓旅客感受到宜蘭文化的魅力 西宜蘭書店於2020年應該的改革 他們改名叫Moku 宜蘭書店 並建築位於宜蘭羅東的成功國小宿舍 他們希望透過書店來關心地方產業 並帶動宜蘭文化的相關發展 Moku是日文中的木 木頭的木 所以我們對於羅東的林木產業 或是宜蘭的地方產業興趣越來越大 所以把它叫做Moku 旅人書店 一方面代表我自己心境的轉折 那另外一方面也算是給自己的一個暗號 就是我們想要去關心羅東的地方產業 尤其是林木產業 為了推廣宜蘭文化 書店推出了名為宜蘭文化俱樂部的Podcast節目 但聽眾用耳朵了解宜蘭地方文化與歷史 他應該是台灣第一個專門做特定地方 地方文化資產內容的一個Podcast節目 因為我們的聽眾蠻多是住台北的 他收聽的位置是台北 然後他收聽的時段都是晚上八九點九十點 所以我們就是照顧這樣的族群 因為這樣的族群 不會有老師晚上九點十點要上課給他聽的 那他也不太有可能就是從台北跑回來 宜蘭上這樣的課程這樣 他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繼續做下去的動力這樣子 MOKO旅人書店期許未來能與地方跨領域的議題做結合 不僅僅是推廣義務活動 更是希望透過跨領域行動 讓更多人注意到宜蘭這塊土地 MOKO旅人道理 MOKO旅人,ja Alecq